嗨大家好我是Celine 我是Cynthia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的 馬爾蒂夫成功略 那上集我們瘋狂的跟大家分享 馬爾蒂夫這個國家到底有多美多漂亮 一定要去 這集我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馬爾蒂夫遇到的一些 Culture shock 沒有想到在一個海島國家穿比基尼 竟然是犯法的 喝酒也是犯法的 另外就是行前準備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 然後什麼怎麼準備行李啊 然後最適合季節是什麼時候 還有就是所有交通方式 看這集你會更了解馬爾蒂夫 也更知道怎樣安排你的行程 一樣也是打趴十片懶人包 開始之前要記得訂閱開鈴鐺 首先是當地的文化信仰 與他們的風俗民情 因為一個好的女人 除了要保護好當地的自然環境之外 也要尊重他們的信仰跟文化 當別人歡迎我們進入他們的家園的時候 我們也要遵守他們的規矩 這集的一開始就在說教 主要是因為其實馬爾蒂夫是一個穆斯林國家 就是伊斯蘭教是他們法律規定的國教 而且當地人其實還蠻虔誠的 非常虔誠 在居民島上是通常不能夠吃豬肉 不是通常就是不行 島上沒有豬肉 就是不行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穿著一定要蠻保守 他們當地的女婦女其實都包得很近 但是不會對遊客那麼苛刻 就是你不要穿著暴露就可以了 那不能喝酒 海邊不能只穿比基尼 真的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意外 因為會想說海島國家 就是穿比基尼應該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 但其實他們的海灘上面 都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告示牌 寫他們那裡規定的穿著 You know bikini 對就是女生不能穿比基尼之外 連身泳衣其實也是不行的 就是你要套件罩衫 或是加個短褲為一個裙子 那男生的話就是不能穿三角泳褲 其實也不是到完全不能穿 因為大部分的居民島上 都會有一個沙灘叫做比基尼沙灘 你在郭文貝爾上就可以直接查 就是Bikini Beach在哪裡 在那個海灘上就是可以 愛怎麼穿就怎麼穿 但是不能如果有 還是犯法 除了穿著之外 居民島上不能喝酒 也是讓我非常非常 該說痛苦嘛 很痛苦 雖然海邊玩 感覺就是吃晚餐就要喝酒 然後通病都沒有啊 對然後之前在巴黎島的時候 知道他們那邊是 只能在指定時段賣酒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culture shock 但是瑪爾蒂夫是直接不賣給牛 你在島上是喝不到酒的 我們那時候去逛雜貨店 然後就看到那個就是玻璃瓶那種啤酒罐 我們還超級興奮 然後想說夜遊酒喝了 結果仔細看 零泡 整個希望就是直接全毀 有些聚密島你還是可以喝酒 但是就比較麻煩 他會開一個快艇 載你到一個海上酒吧 然後來回交通是免費 其實還蠻酷的 但我們當時候就是 白天幾乎都是出海潛水 所以晚上就很累沒有吃到 我們在瑪富士的時候 粉絲有推薦我們一間叫做 Moonlight的水煙吧 他就是現場的live show 然後氛圍很好 食物也蠻好吃的 然後他們五酒精的mocktail也還蠻好喝 所以那時候算是有俯味到 我們很想喝一杯的心 非常推薦 對 順便推薦給大家 那因為是穆斯林的關係 所以君民島人一天會有五次祈禱時間 他們通常會在祈禱時間的時候 就直接關門半小時 像我們當時候就是安排去街上晃晃 就發現 欸 怎麼大中午的 然後所有店都不開 你們是要睡多晚 但他們其實是暫時關店而已 另外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蠻多店家都是規定 進去之前就是要脫鞋子的 因為就是到處都是沙子嘛 提醒大家如果進去任何店裡之前 要把腳上的沙子拍掉比較有禮貌 那至於到了度假島就徹底解放了 就可以吃豬肉 也可以喝酒 也可以穿比基尼 但還是不能那個怎麼講 赤裸跟裸泳 還是一樣是犯法的 最後呢 我們覺得不管是居民島 或是度假島 他們的步調都非常非常慢 就是沒什麼時間概念 拿我們餐廳來說 通常上菜都拖非常久 我們有時候就是一餐 可能要吃兩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不要等到 你肚子超餓才去餐廳點餐 你可能會等到活活氣死 對 活活氣死太嚴重了 有時候真的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對 但是我們覺得就是 你都已經拿到馬爾蒂夫 就是學會把你的步調放慢 不要計較太多 好 那第二個部分是 建議天書跟行程的安排 我們建議 如果你要玩馬爾蒂夫的話 真的最基本要排一週 因為真的非常的遠 就你光是交通 可能就要扣掉個一兩天了 那它又不像 菲律賓啊 泰國那麼近又便宜 你可以去很多次 而且如果你是要跟我們一樣 就居民島跟度假島都玩到的話 一週真的是 我覺得最基本 不能再更少 度假島的部分 雖然說很貴 但是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至少住兩個晚上 搭一個三天 因為通常第一天 你要搭飛機再搭船 就是通常你到飯店 可能已經下午三點了 弄一弄就要很快吃晚餐 基本上你要到第二天 你才能真正好好享受 這個島上的氛圍啊 沙子啊 設施或者是餐廳 那去度假島有一個小tips給大家 就是因為每個房間 都會配一個專屬的管家嘛 記得跟他們多聊聊天 多派一下禁貨 啊可以的話 就多塞一點小費給他 他就會盡可能滿足你的需求 那我覺得也特別可以去問一下 就是你check out那天 能不能延後退房 這真的差超級多 因為像我們離開那天 是九點多的飛機 其實傍晚在離開島都綽綽有餘 那管家就有幫我們 把退房時間延到下午五點半 所以整整多出一個下午 就我們是在泳池 就是看完夕陽 大概到最後一刻才離開的 最後還去房間洗了個澡 舒舒服服的 對對對 居民島的部分 如果你天數沒有安排太的話 建議就是你選一個島 慢慢的玩就好了 因為其實你就算在居民島上 你會花很多時間在出海 對 然後玩不同的活動 還要在跳島的話 你會變成花了很多時間在搭船 收行李 換住宿 然後就是會整個行程弄得很累 你反而沒有時間好的 享受沙灘 或是在島上慢慢的逛慢慢的chill 那像我們就是屬於貪心 就是又去兩個島 又想要玩很多東西 我們有一天 我們就很想玩那個海上拖曳傘 然後那天白天 我們是先去出海 然後我們出海一回來 就馬上就衝下船 然後衝去另外一個船上 就是去那個拖曳傘的集合點 但那個海上拖曳傘是真的很漂亮 因為我們是在上面看日落的 是真的很美很值得 但我們就把自己搞得真的有點太累 累到我到度假島的時候 馬上掌唇泡漿 對 大家不要說我們要這麼貪心 除非你很多天好不好 那如果你只想要去一個居民島的話 我們其實還蠻推薦我們上去的Mafushi 他是整個馬爾地府算是最早開發 觀光也發展比較成熟的居民島 所以島上不管是餐廳啊 住宿或是行程選項都很多 會蠻適合大家安排自住行的 至於順序的話呢 我們是建議先居民島後度假島 就你先出海玩那些行程 然後後面再去耍廢享受 也不會覺得有奢入檢很痛苦 但我們發現這樣安排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會曬傷 因為像我們前面都在出海 然後曬太陽嘛 就我們也沒有擦防曬入 所以後來到了度假島 就我們想要美美拍照的時候 就發現全身都是紅的 然後一堆脫皮 然後上不了妝這樣 對 但是我覺得比較起來就是一個 比較小的缺點 對可以忍受 就是還是會建議大家先居民島後度假島 好下一個部分呢 是要怎麼樣選擇適合你的島嶼跟住宿 這部分其實還蠻複雜 因為選擇真的很多 就是你決定好你的時間之後呢 就要來挑島堤住宿了 但是馬爾蒂夫可以玩的島 就是有上百個 就是你自由是自由閒的話 真的會需要花不少時間在挑選島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花那麼多時間 在那邊比價跟比較的話 就是像我們前面說的 你乾脆直接找旅行社比較方便 想要自己安排呢 我們也會提用一些方向給大家思考 因為你其實需要考慮東西有蠻多的 包含就是你的預算是多少 有沒有什麼特殊需求 還有就是這個島的距離 都是需要考慮進去的 這部分我們會主要講度假島 因為度假島需要考量的東西 比居民島我覺得還要更多 第一個考量應該都是自己的預算吧 因為不同的島的價錢 真的是落差十萬八千里 但是因為馬爾蒂夫的度假島 現在也競爭越來越激烈 所以價格也 我覺得也有點下修啦 就是我們有找到像是 四星級的度假村 三三全包的方案 一個人是一萬五有找 他最基本的房型 但如果是頂級度假村的話 真的就是會非常非常的貴 那像是萬豪旗下的 Ris Calton 以曾經式藝術度假村 為設計裡面的 Jolie Being 還有滑水道的 Soneva Jenny等等 都是光含早餐 一個晚上就要十幾萬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中間的水上 像是我們那時候住的 J.E.Mantafaru 他就是中高價位的選項 就是你訂他的水上屋 含早餐的話是 一晚上三萬塊左右 就是其實價格真的還差別蠻大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先 決定你的預算之後 再從這個預算區間來去 跟不同的度假村做比較 好那選好一間住宿之後 你點進去就會發現 不同房型的價位落差也非常的大 就是水上屋通常會比砂灘屋還要貴 價差有可能到兩倍 但水上屋我是真的覺得去瑪蒂夫 就是他就是很值得住一次看看 所以如果你天數比較長 你有想要省預算的話 你是可以挑其中一天去住水上屋 然後其他天就住砂灘屋 這樣你就是還是可以同時享受到 那個度假村的設施還有整個環境 長得差不多房間可能還會分成 有沒有按摩浴缸 或是有沒有私人泳池 那就算相同都是水上屋 他有時候會分日落房跟日出房 那通常你選擇日出房會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大家就來度假就不想要早起 所以你可以根據這種小小的需求 去決定你要怎麼樣的房間 那另外就是上集有講過的 餐飲方案跟交通方式 其實也會影響到你訂房的價格 簡單複習一下餐飲方案 總共就是有BB、HB、FB跟AI 那我個人是覺得 全包是真的是超級爽 如果你也是愛喝酒 然後你又很重視食物的人來說 你可能會覺得很超值 因為像我記得我們有一餐就是吃那個海鮮燒烤 那它本身就是中高價位的 就是都是什麼龍蝦啊 食材都非常高級 但真的很好吃 但因為我們是AI方案嘛 所以我就從前菜主餐到甜點 通常都挑最貴的點 那我的前菜是點那個龍蝦收音片 那這是我人生吃過最好吃的龍蝦收音片 然後主餐我選了沙蟹 甜點我忘記是什麼了 還另外自己點了一支白酒 那一餐我光是我自己 單點的話就是7000多塊 應該是我這輩子吃過最貴的一餐 然後因為是All Inclusive 它就是連房間那個mini bar 通常就是只會補一些軟性飲料 跟糖果餅乾嘛 但它是連酒都是直接每天補正式 所以我literally就是喝到離開島前的最後一個 真的是無時無刻都喝酒喝的日子真的是太天堂 但如果你沒有那麼愛喝酒 像Cindy啊一樣每餐都要喝 然後就是還要喝到一整支 就是有些人就是一餐喝一杯一死以下的話 你就其實不太需要點到AI方案 那除了酒之外 因為其實大家在度假島有時候都睡到快中午 吃個早午餐 然後你可能會去海邊chill一下 然後耍個肺 然後很快就到晚餐時間 就你消耗不到什麼熱量 所以午餐你不會覺得餓 對所以有些人就是一天其實吃兩餐就夠了 對 所以我們其實覺得沒有一定要點到就是AI的方案 但是至少要HB 就是Half or就是有含早餐跟晚餐的方案 不過我們必須說我們真的很難給一個 比較標準的價位區間給大家參考 因為不同的度假島真的定價真的差太多了 而且他們還會有不同的優惠方案 像是什麼房型生等啊 然後住三晚送一晚啊 有的會給你做免費SPA等等的 就真的很需要你自己花一些時間去做功課 那我們也會真的很建議你在做功課挑導的時候 就自己做一個表格 列幾項你特別在意的點然後放幾張圖片 不然我是真的覺得你查完之後全部應該都忘光光了 就是資訊量真的是太大 除了價格之外你還可以考量看你有沒有什麼特殊需求 比方說你來度蜜月的 你可以特別找找看有沒有什麼度假島是有提供蜜月方案的 他可能會給你特別的折扣或者是送你香檳啊 或者是直接幫你房型生等之類的 對那如果你是帶小孩的話就一定要首先過濾掉有年齡限制的度假村 因為這些度假村有可能就想要營造的氛圍是比較寧靜比較浪漫的 像是W寧靜島啊 胡蘿瓦里等等的 那另外呢相對的也有一些島是特別親子友善的 就他們可能會提供12歲以下就是有一些住房優惠 可能是不收住宿費 只收那個環境稅跟那個交通費等等的 那也有一些就是會有兒童的俱樂部 或者是兒童看護服務等等 喔就可以把小孩子丟在那邊 對啊就其實我們上次去就是 因為像我們去的J好像就是有兒童優惠方案 所以我們那時候去不是有很多那種帶小baby 我們還在那邊想說幹嘛一個好好的旅行 然後要被小孩打擾 對那其實他們是有一些特別適合親子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很在乎潛水就是浮潛品質的話 你也可以特別去看看他們就是珊瑚礁的等級 對他們會把島嶼再分成A B C 三種等級 A級島嶼就是代表他周圍的珊瑚礁就是保育的非常的好 B就是部分那C就是可能大部分都已經死掉了 所以你下去沒什麼好玩的大部分就是在島上沙灘上 對對對對對 但是這個A B C 分級就是僅限於周圍珊瑚礁的品質 不代表整個島的品質 所以不是說A級島嶼就一定最好 然後C就是完全沒優點 C可能就是珊瑚礁沒那麼好 可是上面超級高級這樣 對也許 最後一個你也需要考量 但我們覺得可以刪去法道 剩下比較少的選項再來斟酌的就是距離的遠近 那除非你是真的預算很有限的 那你可能就得優先考慮距離近搭快艇就能到的到 因為搭飛機真的是會貴蠻多的 距離除了價格之外其實也會影響到交通的時間 因為有些近的島可能達個快艇十幾分鐘就到了 但是如果你住到那種比較遠的島 可能加上飛機等候啊幹嘛的時間 半天 半天就沒了 所以你如果本身可能只能在度假島待個兩個晚上 然後你要花半天過去半天回來 你基本上就沒有時間度假了 所以我們會覺得如果你本身的時間就已經比較少的話 度假島的距離你是非常需要考量的 接下來是交通方式的總整理 包括機票 島間交通還有島內交通 首先是機票的部分 那馬爾蒂夫其實是位在印度的西南方 那機場叫做Velana 那代號是MLE 從台灣飛的直線距離是5640公里 沒講錯吧 沒錯 沒錯好厲害吧 被一些你們的姿勢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呢 台灣跟馬爾蒂夫是目前是沒有直飛的 飛行時間總共大概是8個小時 但是通常轉機還有在等 像我們那時候總交通時間是14個小時單趟 那如果你搭連航的話 像是搭AirAsia 你可以在2萬內搞定你的機票 蠻便宜的 比日本的 是蠻便宜 但是我覺得這麼做你真的要三思 真的會很痛苦 超累 因為像這般在那個吉隆坡轉機的 它的轉機時間就將近一天 然後亞航的座位又很小很難做 食物也不好吃 你真的會非常的痛苦 想要就是比較舒服的話 可以選擇全服務航空 像是搭新加坡航空的話 就是在新加坡轉機 你也可以在轉機的時候 可能收拾個兩天再離開 就是飛機很舒服 然後轉機也很棒 但是機票就比較貴 差不多要5萬上下 那這兩種方式 要嘛太貴 要嘛太累 所以你可以跟我們一樣 選擇其中一段搭連航 那你的機票價格 就會落在這兩個區間 再來呢是島建的交通 因為MARDI富士 非常多小島組成的島國嘛 所以你一定一定會需要跨島外 那跨島的方式有很多種 包括公共渡輪啊 快艇啊 然後國內飛機 跟水上飛機 那交換方式會根據你選擇 去哪一個島嶼來決定 對那來先說說最特別的水上飛機 它簡稱水飛 它是一種利用水面來起飛降落 跟停靠的飛機 真的超級酷 它在水上就像一個玩具 你知道嗎 就是很像那個黃色小鴨 但是它是一台真正的飛機 如果你有機會搭的話 其實水飛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因為全世界目前是只有在 少數國家是把它當成一個民用的交通方式 而且也只有在MARDI富士比較普及的 但也不是每個島都有提供水飛的選項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很想搭到水飛的人 你在挑選度假島的時候就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搭水飛除了可以在水上起降很特別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是因為它的飛行高度比較低 所以你就可以親眼看到 大家傳說中就是 MARDI富環教室 上帝灑落印度洋的珍珠 這種夢幻的景色 這個景色你搭國內飛機也是可以看到 但是因為它比較高 就是我們那時候搭就覺得霧霧的 不太清楚 水飛最大的缺點無意就是一個字 貴 寶上一個很大的字 貴 很貴 因為來回的票價一個人就是 400到800美金不等 就是會依據你的度假推的那個 遠近而決定你的票價 那你在訂好度假推之後 它會幫你帶訂那個水飛機票 但是當然水飛有一些小缺點 你需要注意 第一個是它只能在白天飛行 所以如果你是晚上的班機 才到MARDI富的話 你就可能需要在機場島 先簡單過個夜 隔天才可以出發 再來就是呢 水飛它容易受天氣的影響機率 是比較大的 就是你很有可能會遇到 要delay好幾個小時的情況 還有一個點是 其實有蠻多缺點的 大家要看自己能不能忍受 還有一個點是 因為水飛很小台 一台只能在10個人左右 裡面的空間其實是很狹窄的 也沒有冷氣 所以其實很多人說 搭內飛的飛行體驗 不是那麼的舒適 是蠻悶熱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那個螺旋槳的噪音很大 所以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吵 小朋友會受不了 我覺得應該是跟那個 台灣台東飛蘭嶼的飛機很像 我搭過一次 就是14個座位 其實沒那麼舒服對不對 但是因為大家在馬爾地步搭水飛 感覺就是一個可以忍受 對啦 如果你覺得可以 還是可以試試看 再來就是國內飛機 簡稱內飛 它的價位大概會落在200到400美金之間 搭起來的感覺就是跟你可能在 曼谷到清邁那種 國內航空感覺是差不多的 壞處就是說 你看到景色就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好處是它比較快 那通常你去到比較遠的島 也是以內飛為主 不然你搭水飛可能會搭非常的久 而且它是可以在晚上飛的 所以你可以搭晚上的飛機 自由度比較高 但是馬爾地步 它就是整個國家是有5個機場 所以通常你搭內飛的話 就是會先轉機到一個國內氣場之後 再搭快艇到你的住宿 不管是內飛還是水飛 都有一些共同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點是 你的航班資訊有可能是在前一天才會知道的 因為他們不是像其它是那種固定的航班 它是會依據 每天需要搭乘的乘客 就是到哪些地方 他去安排不同的航線 對 所以就是你會到最後一刻才知道 對於有些 就是喜歡東西都及早確定 及早定案的人來說 可能會覺得不是那麼的舒服 有點焦慮 對對對 但是就是前面講過就是 如果你來馬爾地步 你就是好好 渡假 你就放慢你的步調 就是不要在意那麼多 對 再來就是 飛機期還蠻容易Delay的 那水飛又更嚴重一點 但我們當時候是搭內飛 其實也是遇到Delay的問題 因為外面那時候在狂風暴雨 就是根本沒辦法起飛 對 但是其實也還好 因為當地的天氣況就是變化很快 可能下雨就是下一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當時候Delay也是大概 一個多小時就沒有到很誇張 而且後期的休息室還蠻舒服的 那有些度假村 甚至還會有獨立的貴賓室 但我覺得就算是機場本身的也是很舒服 它有沙發 然後有很多點心飲料可以用 然後也有淋浴間 所以我們是覺得沒有那種等到不耐煩的感覺 而且就是基本上你一到了機場 你去到那個你的度假村的櫃台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專員來服務你 就是他會幫你拿護照去Check in 然後時間到了他會來帶你去掛行李跟排隊 所以你是真的完全不需要在自己很緊張說 等一下幾點啊 找櫃台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而且當時階段我們還會講中文 嗯就是真的是 那些度假村的服務真的是好到 就是你還沒有入住就可以完全丟掉你的腦袋 我們那時候就說哇還沒到就已經洗完了 對 好喜歡 好 那行李的部分也要注意一下重量 因為飛機比較小 所以他們水身重量都會限制在5公斤 拖運的部分水飛是25公斤 然後 內飛的話是20公斤 超重是需要加錢的 但是網路上滿多人都說 其實他們有點爭議機很逼之類 就是你不要太誇張 就是超大超大的行李箱 他們其實也不會多收費 像我們當時因為攝影器材的關係 其實是有點超重 但是也沒有被多收錢 再來是快艇 比較近的島通常就只需要搭快艇就可以到 那往返的船費大概一個人是落在 100到250美金就比較便宜 搭飛機的話其實你也會在 下飛機之後再轉搭一小段快艇到你的目的地 所以其實你是不管怎麼樣都會坐到快艇的 那我們那時候坐到的快艇其實還蠻大蠻舒服的 就它是有遮風擋雨的那種 我們上船他還給我們水 還有毛巾 對因為如果是那一段的話就已經是度假村的人員在服務 非常的舒適 最後是公共渡人 如果你的預算比較有限的話 你還是可以就是靠馬爾蒂夫的政府 營運的公共渡人來玩馬爾蒂夫 但是他就是比較慢 然後半次也比較少 所以大家要多花一點時間做功課 那最後是島內交通 那度假島跟居民島要分開來講 先說度假島 就是通常是你一下船之後 你一踩到那個木棧板 就是你就不用走路了啦 其實那個高爾夫球車就會直接把你接到你的房間 對然後路上就會順便給你導覽 就島上什麼設施啊餐廳等等的 那之後呢就是你可以選擇走路或騎腳踏車 有蠻多度假島 像我們住的就是他門口就會放那個腳踏車給你用 那我覺得在島上騎腳踏車其實也是一個蠻舒服的享受 就是吹著海風 然後其實都靜靜你就騎幾分鐘就可以到餐廳 但我們其實在騎腳踏車就發現 蠻多可能夫妻或情侶是選擇走路的 因為反正你在島上也沒事幹 你也不用再行程 就是慢慢的走啊 然後還可以走到海邊就是去散散步啊 吹吹海風 其實還蠻浪漫的 但我們那時候是跟James還有單 我們就真的沒有想到海邊浪漫散步 我們就只想要衝回房間過檔案 那居民老的部分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大部分的島其實都小小的 你走路也可以去到大部分的地方 但如果說你覺得太陽很大很曬的話 你也可以請住宿直接搬你 叫一台獨獨車 如果要租機車的話要注意 我們當時還蠻意外的 島上居然需要國際駕駛才讓你租 當時都想要偷租就沒有錢 然後如果你是訂一些行程的話 就是它也會包含那個來回的接送 所以其他時候你就走路就可以了 好 下一part是氣候與最佳旅行季節 馬爾蒂夫是橫跨赤道 然後它是屬於熱帶海洋型氣候 它全年的均勻大概是25到32度之間 還蠻熱的 所以季風影響比較大 主要會分成11月到4月的乾季 跟5月到10月的雨季 但其實雨季也不會整天都曬 它通常就是那種來的快去的快的雷震雨 但可能風浪比較大 你出海坐船就會不舒服 那11到4月是乾季也是旺季 是機票價格跟住宿價格最貴的時候 尤其是12月底到1月初這段時間 是歐美人的聖誕跟新年假期 所以這時候是全年度最高價 然後也是人最多的時候 而且我發現一個很意外的事情 是他們在聖誕跟新年那幾天 他們甚至會著收一個叫做特殊節日費用 有可能一個人要一天要多收3000塊 很驚人 而且我覺得它很賤喔 我是在 我在那裡發現的嗎 我在那個booking.com 不是有那個飯店的照片 然後底下不是有一段沒有人會看的文字 那一段的最下面 就是真的是超級隱晦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到上島才發現 我要多收一筆錢 那另外這段時間也有可能它會規定你要連續入住三晚以上 所以整體的花費是真的貴蠻多的 我們就不建議在這兩個月的時候去 那乾季的時候就是天氣跟海況都比較穩定 能力度也比較高 會蠻適合就是浮潛跟潛水的 但是如果你是很想要看大型的海洋生物的話 其實會比較建議雨季的時候去 因為那段時間就是 馬爾地夫的海水會比較多的浮潰生物 它們會被卡在那個珊瑚礁 卡在 對就是卡在那裡 因為有一些就是大型生物就是像什麼金沙鬼符 就是它們會想要 就是清潔身上寄生蟲 或者是想要吃那些浮潰生物 所以其實反而那時候的出現機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大多數在網路上看那種 馬爾地夫那種上百之後 因為一起出現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 在雨季的 然後我們到現在那時候好像說八月機率比較高 嗯嗯嗯 我們是三日去的時候 那時候就看到三隻鯊魚 對很少 我們很開心 但是導體就說 這其實也沒事 很少 接下來是行李準備的部分 那除了基本你出國跟海島國家會用到的東西之外 我們這邊特別提醒幾個 你去馬爾地夫需要準備的 第一個是你可以多帶一兩套比較smart casual的服裝 因為度假島的餐廳通常就是會比較高級 就是你可能要穿的稍微得體一點 但是它們的要求也不會太嚴苛 就是男生不要穿吊嘎海灘褲夾腳脫 然後女生不要只穿比基尼就好 那你如果亂穿的話 是有可能會被禁止進入餐廳的 但我們這種度假小洋裝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再來就是防曬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馬爾地夫的紫外線真的是太強了 連我這種就是已經一百年沒有曬長的人 當時都會大脫皮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帶海洋友善的防曬 或是椰子油或是任何可以遮住你身體的部分 什麼長袖啊 薄外套啊 帽子啊 但是如果你要下雪的話 我們還是要千萬提醒大家 就算連海洋友善的防曬盡量都不要使用 因為它們是真的很注重它們的海洋生態的 所以如果你在海裡怕曬的話 建議還是準備一個防磨衣 就是長袖長褲的來遮太陽 玩水的話毛巾也是非常必要的東西 偷偷預告一下我們毛巾 今年夏天還會再出 所以大家可以再等我們一下 被超完一百年了 就算你有防曬 其實你還是非常的有可能會曬傷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帶就是 身體乳衣跟乳灰 也建議大家可以帶一把雨傘 或是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有在爬山的話 就直接帶雨衣外套 因為馬爾地夫的雨真的是常常是鮑魚等級的 所以還是背著會比較好 那再來是頭髮的部分 護髮護髮護髮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你每天就是玩水又曬太陽 真的很傷髮子 所以我們幾乎每天就是先潤髮 再洗頭髮再護髮 不然你整套馬爾地夫 回來之後你頭髮會爛掉 真的很可怕 那如果是你有出海行程的話 可以帶一個防水袋 放你的錢包跟手機等等的貴重物品 如果你是喜歡之前的人的話 就建議可以帶自己的 面筋呼吸管還有挖鞋 那挖鞋長挖的話 我們通常就是會放那個長挖袋去托韻 但是有些航空公司 它除了限制重量之外也會限制箭數 所以像我們當時就是 共用一個長挖袋去托韻 那CELINE的行李 就是放在20吋的登機箱裡面 帶上飛機 其他放不下的東西 就放在我28吋裡面 所以大家在訂機票的時候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它有沒有限制箭數的問題 不然可能會不會多收費 電器的部分就是大家要記得 準備轉機的話 它的插座是跟台灣不一樣的 那馬爾地夫的電壓是220伏特 但現在大部分的3C產品 像是手機筆電啊大部分都可以自動變壓 但是如果你想要準備自己的吹風機 或是電棒之類的 就要再準備個變壓器 新婚蜜月的話 就記得帶一下你英文版的結婚證明 因為如果你要用到他們的蜜月 或是週年方案的話 他們有可能會要求要看 最後呢是千萬不能帶的東西 因為馬爾地夫它其實是 伊斯蘭教國家 是不能吃豬肉不能喝酒的 所以任何有含酒精的飲料 或是有含豬肉的食品 你是絕對不可以帶入鏡的 有人是說如果他查到你有帶酒 他會叫你填一個單子 然後讓你回國之後再去領 但是大家就是不要抱這種僥倖心態 就遵守下規定 因為其實酒也沒有到很貴 接下來是時差的部分 馬爾地夫的時間很特別 它大部分的地方是比台灣慢3個小時 在首都馬列跟大部分的居民島都是 但是有一些度假島很奇怪 他們會自己有自己的island time 就是他們會把自己的時間調快1個小時 就是馬列這個時候是2點 但是度假島是3點 但他們的經緯度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其實是自己在騙自己 就好像比較晚睡又比較晚期 就是有那種度假耍廢的感覺 但其實你的時間本質是一樣的 時間沒有變多 有點難理解 但是大家只要記得 就是你去度假島說要特別問一下 欸你們的時間有沒有不同 如果有不一樣的話 記得要調整一下你的手錶跟手機 不然有可能會錯過你的行程 好那馬爾地夫的官方語言是 迪威西語 但是因為國際旅客很多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英文都是可以通的 甚至因為有些度假島 他就是很重視服務的關係 所以他會特別安排 能講你的語言的服務人員 那最後一趴是SIM卡 換會還有小費一些小雜像 那先來講SIM卡 我們覺得馬爾地夫的網路 真的算是還蠻貴的 而且他只有給你兩個選項 你機場一出來就是兩間電信公司 發生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17GB的話是35美金 100GB的話是50美金 所以我們因為網路用量很大 所以都花了很多錢 我們一個人花了台幣1500買了100GB 但我們後來想想 其實我們應該一個人買17 一個人買100就好了 就是如果真的17的用完的話 就100就開個熱點分享 因為你100就基本上 真的是不可能會用得完 但是我覺得對大部分人來說 如果沒有像我們那麼重度依賴網路 其實17GB算是還蠻夠的 因為你如果在居民島就是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是出海在玩 也用太多手機 那如果你在度假島都已經來到一個 像天堂一樣的地方 你也不會想要整天把自己 就是泡在網路裡面 就是我覺得17GB 對一般人來說是褲褲有用的 就發發現動傳傳訊息是很夠的 換匯的部分 馬爾地夫的當地貨幣是Rufi 但是大部分人的情況 美金都是可以收的 甚至有些度假村 他是只收信用卡或是美金 換匯的話通常是用美金來換 匯率是1比15 用台幣算的話差不多是1Rufi 等於2塊台幣 還蠻簡單換的 但換匯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他們有些店家會不收那種 有破損或是髒掉的美金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一下你的美金狀況 機場的匯率比較差 建議大家可以到居民島再換 但是因為大部分就是你美金通用 再加上就是很多東西都是以美金計價 所以其實你不用換太多的當地貨幣 那還有一點就是你通常就是美金付款 他其實也會找你Rufi 所以你是會有一些小名錢可以用的 那也要跟大家說通常美金面額比較大的 匯率會比較好 所以建議你們可以幾個人湊一個數字 比較大的面額然後去換完之後再自己評分 現金其實不用準備太多 就是除非你是去一些比較偏遠 沒有開發的居民島才會需要 我當時好像只準備100美金 然後50換成當地貨幣 50就是現場花就是也是剛剛好的花完 大部分的度假島或居民島都是可以刷卡的 然後Visa跟Master都可以 但你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的住宿可能是你到了現場才要付費 或是你還想玩很多很多活動的話 有可能會刷爆 很多人在馬爾地夫把信用卡刷爆 所以要記得注意一下你的額度 小費部分呢 馬爾地夫其實不算是一個有小費文化的國家 但是因為歐美旅客很多嘛 就他們本身就有習慣給小費 再加上就是當地人的薪資不高 就是小費對他們來說是一筆蠻重要的收入 所以還是蠻多人會給的 幫你搬行李啊打掃房間啊 度假村的管家啊或是餐廳服務生 他們如果服務特別好的話 你都可以斟酌給點小費 所以建議就是多準備一些小額的美金 或是當地貨幣 那居民島的話 差不多一次小費是給 一到五美金 度假島就比較貴 會給五到十美金 甚至二十美金 那至於行程的話 就是你的導遊啊 或是導潛你可以給個十Percent的美金 其實小費這樣加一加 其實是一筆蠻驚人的數字 但我們有聽說如果你給小費的話 服務可能會更好 比方說他可能就在床頭擺個小禮物給你啊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特殊需求 他會比較願意幫你安排 然後也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 如果你沒有給小費 他可能就亂打掃一通 或者是明明要給你補水 就不給你補水 我覺得我們在居民島那時候就是這樣 我們那時候沒有給 然後當時候房間水沒了 我們要自己去問 然後等超久才拿到 可能會有這種情況也不是絕對啦 那有些人不給小費也是因為 因為其實你在五行這種已經給了 就是像餐廳的帳單 其實他是已經加了十二Percent的政府的稅 然後還有那個十Percent的服務費 但如果你覺得服務特別好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把小費留在桌上 或者是你可以在帳單上面寫上你要給的帕數 那他在刷卡的時候就直接幫你刷上去 好以上就是我們露露等的馬爾蒂夫公約 現在加起來又有一個小時了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待在馬爾蒂夫 只有一周的時間 所以也許沒有到非常的完整 所以請大家見諒 如果你有想要補充的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呢我們其實打算等到自己的潛水間 再更豐富一點之後 再專門安排一趟傳速之旅 到時候再把馬爾蒂夫的海底拍爆 到時候就可以給大家更多潛水相關的資訊 對 那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就是 在考慮要不要去馬爾蒂夫 或是已經在規劃行程的你們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也歡迎你分享這支影片給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老公老婆你的家人們 你的好朋友們好姐妹們 大家一起燒他們缺馬爾蒂夫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看不到稿 結果你敢踩我的電腦我就貶你了 他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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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